用外国法律削弱美国主权 当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国宪法中 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见的条文时 他们就转而从外国的法律中找依据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 德州的反同性性行为法案 却在宪法中找不到相应的条款 于是在劳伦斯诉德克萨斯州案判例中 引用非美国的权威机构的条款 称其为在许多国家 已经成为人类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 而授予同性间性行为自由 该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废止了 其他13州的反同性间性行为的法律 共产主义思潮以各种方式席卷全球 亚洲和欧洲社会主义化的倾向 已经极为明显 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严重 金巴布韦、委内瑞拉等许多国家 都是没有社会主义头衔的社会主义国家 加拿大也无法独善其身 随着商业扩张和全球化的推广 美国越来越紧密的和那些国家绑定在一起 自由派大法官以国际惯例为名 自然很容易把共产主义的因素引入美国 而那些因素又会通过判例改变美国宪法精神 这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其本身也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龙头 如果连美国都不能保守传统底线 那么全球都将沉入共产主义的泥闹中